哈囉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達芬奇的系統當中 翻翻Premier的序列 這個方法是我以前使用Premier的時候的工作流程 好的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剛完成卡界的序列 我會在導出序列之前先將素材都壓到同一個軌道上面 我們先點一下素材 然後按下Alt加下鍵 這個時候素材就會往下一個軌道覆蓋 接下來我們將所有的素材都壓到同一個軌道上面 好的現在所有的素材都在同一個軌道上面了 現在我們要準備開始導出了 首先先到文件導出 然後找到AAF這個選項 點擊後會跳出AAF導出設置這個視窗 在這個視窗中我會將混音視頻和啟用這兩個選項關掉 因為如果沒有關掉可能會導致導入達芬奇的時候出現錯誤 然後我們按下確定 接下來我們再選擇一個儲存位置 接著我們就等待序列的導出 好的導出完成後我們再切換到達芬奇的系統裡面 然後到文件-import-tina裡面 找到導入AAF這個選項 然後我們找到我們剛剛輸出AAF檔案的位置 然後打開 這個視窗可以看到我們影片的詳細資訊 我們主要看一下格式跟幀率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的話我們就直接按OK 這個時候會再跳出一個日制視窗 我們直接把它關掉就好了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序列已經成功導入到達芬奇裡面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調色或是降噪了 因為今天的重點是如何往返序列 所以我今天就不做調色部分的講解了 我們直接到輸出工作區準備把序列導入回Premier裡面 我們先到渲染設置中找到AAF這個選項 接下來格式編碼使用預設的就可以了 分辨率檢查一下有沒有錯誤 質量選最佳 接著按添加到渲染列隊 再按開始渲染 接下來就可以等待渲染完成了 完成後我們再回到Premier的系統裡面 我們先在項目裡新增一個素材箱 方便我們管理素材 然後我們再點擊右鍵導入 找到我們剛剛導出的AAF檔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從達芬奇導出的序列了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序列的素材 附資到原本的序列當中 比對一下看看有沒有錯誤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在Premier做我們剩下的特效或是轉場了 好的 今天的分享在這裡告一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訂閱哦 我是James 我們下禮拜見 我們下禮拜見